华林施工所16号的上午举办了 紫飞机欢乐飞行科学营活动 邀请了在紫飞机领域研究多年的 苏正南教授以及助教苏博扬 带领着大小朋友运用飞行的原理 折出奇妙而具有特殊飞行能力的紫飞机 飞行在空中是很多人小时候的梦想 从手中抛出自己所做的飞机 飞向天际喜悦也跟着起飞 飞起来的时候它都咻就掉下来了 然后我以为它会飞很高 结果它都一直掉下去 我觉得很好玩 怎么样的好玩 就是可以折纸然后可以丢飞机 华林施地图书馆儿童馆16号上午 举办了紫飞机欢乐飞行科学营 邀请苏正南教授以及助教苏博扬 带着亲子学习运用飞行原理 折出奇妙而具有特殊飞行能力的紫飞机 因为它是一般纸张的材质 它是经过设计以后 它可以做各式各样的飞行 因为它是最简单的 纸张又可以轻易取得 然后它又能够简单的做调整 你就可以看到它的飞行状况 设计好以后 它根据流体力学来做一些细部的调整 就可以延长它在空中降落的时间 因为纸飞机毕竟是没有动力的 那没有动力的话 它因为地性引力的关系 它一定会下降 那我们只能延缓它下降的时间 那我们就透过重心的位置 然后跟调整 让它在空中的时候 会微微的稍微把飞机的头部 稍微扬起 那就可以降低它滑翔的时间 市长表示非常感谢苏正南教授 能够与花莲市公所合作推出 纸飞机欢乐飞行科学营 透过活动让亲子关系能够更融合 还能够学习科学知识 花莲市公所我们图书馆 我们邀请到苏正南老师跟苏国文老师 两位老师特地的来在假日 举办了我们一个亲子的 纸飞机的一个活动 那也希望说在老师的专业的教导下 能够让孩子们跟家长都一起了解到科学 那其实刚刚我们在一起在试飞的时候 可以看到 其实纸飞机可以在空中飞得很久 可以飞得很远 甚至于说可以像飞机可以在回旋 然后回到自己的手上 都有无限的可能 那我们也希望说透过这样的方式 也希望孩子们在假日的时候 不要在家里一直看手机 也希望说爸爸妈妈 能够有时间能够带孩子们一起来餐饮 亲子的活动 那在这边也要跟大家宣导 未来我们花莲师公所的图书馆 甚至于说其他科室 我们都会举办更多亲子的一些活动 那也希望说大家 一起踊跃地参与 让孩子有一个快乐的童年 那我先跟大家分享 孩子们也许他专注在某一件事情 我们可以让孩子专心去培养他的技能 那也许台湾的教育制度 会对孩子有些受限 但是你放在任何的环境 像苏教授喜欢流停艺学 飞行还有什么样的一个部分 在德国在其他国家 可能世界顶级的非常重要的科学家人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国家 为了能够培养更多的孩子 有兴趣能够朝自己目标迈进 花莲市公所举办的 子飞机欢乐飞行科学营 为两梯次 也获得了许多的学生 以及家长共同报名参加 子飞机拉近了亲子距离 让亲子学习运用飞行的原理 则出具有特殊飞行能力的子飞机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